高丛市长韩国瑜今天一大早赶在云林造势活动之前 他特地来到了三明区要视察登革热防治状况 对于媒体人黄光晴在脸书po文说他根本不想要选高雄市长 是政治的陈世美 韩国瑜也反抢说黄光晴太过扭曲了 至于夫人李嘉芬不满财产状况被抹黑 打算对名嘴提告 韩国瑜则回应说夫妻两个人行善补与人知 他们一直都有在低调做爱心 周六一早高雄市长韩国瑜直奔登革热重点疫区 视察防治作业强调自己心系高雄 每一天都在召开会议 事实上心里面所有相关的人员都非常的紧张 面对媒体人黄光晴在脸书po文说他不爱高雄 被派来选高雄市长百般不愿意 还拿李嘉芬当挡箭牌说会被离婚 其实根本看不上高雄 只想选台北市长离婚说也只是幌子 最后还算政治陈世美不是一天养成 高雄注定是糟糠之期 对此韩国瑜反呛 黄光晴太扭曲 我身为高雄市长第一个重要工作大力的要促销 退销高雄所以我觉得黄女士的讲法已经太扭曲了 那一年多以前的时候我已经解释过就不再解释去台北市的那件事情 现在用这些来打我觉得人应该有正能量 我再说一遍人的正能量很重要不要看每件事情都是负能量 另外韩国瑜就任高雄市长后夫妻两存款暴增四千多万 还有好几笔不动产遭政论民嘴抨击 夫人李嘉芬气炸呛要策露搜证告到底 韩国瑜也首度公开夫妻两行善不遇人知 我们都报告的清清楚而且我们是从一月份就开始默默在捐款 可是从来不讲因为你在行善的时候没什么好讲 到这个状态之下大家要问 其实从一月份到现在一直都在默默的做 未来还是会继续做 而随着蓝营初选越打越激烈 韩国瑜身为参选人之一 一举一动也被放大检视 记者吴美轩徐步杰高雄报道